学识的最好时间从订阅进去 得口子进去买 是的 好 那么欢迎大家到有看同家 订阅潘老师的课程 好 稍后来看看今天的二位嘉宾 对于接下来的市场如何研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老风翔冠名播出的 今日股市 我是李廷 在上海问候各位 今天的市场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我们看到还是延续了弱势的格局 我觉得在上周的市场当中 大家的感受也是觉得市场 肯定要进入到调整的阶段 甚至说到底何处能止跌 也很难去判断 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 已经非常难找到 可持续的做多方向了 你都别说做多了 大家可能首先一件事 应该想的就是如何来规避当下市场风险偏好降低的这种系统性的风险 那么今天的上证指数已经是在3100点附近了 如果再往下都要到3000点附近了 再往下那可是咱们是今年的年内的最低点就2863附近了 虽然指数还没有到最低的位置上 但是成交量已经创下了年内新低了 所以在当下接近3000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是不是已经跌得差不多了 是不是机会大于风险了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 来和我们实施互动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 上证指数 今天收盘是在3125点 微幅下跌0.35% 其实如果单看今天指数的跌幅真的不大 只跌了0.35% 成交量方面今天已经是跌穿了3000亿了 互视单边只有2899亿 下方如果看均线的话 早就没有什么均线可以去支撑了 无非就是大家可以看看整数关口 先是3100点然后3000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这边 0.72的跌幅 成交量方面在1254亿 一路下跌 这个下跌趋势非常明显 上涨50微幅上涨0.06% 成交量方面是469亿 就是50你从指数的这个K线上来看呢 感觉应该是可以在这震荡驻底 但是如果你去看看50内部的成分呢 又很艰难 因为50内部的成分银行券商保险地产 还有一些科技的龙头 不管是用有还是赵益还是维尔 就你觉得这50个成分股吧 哪一个也不像是能把上涨50指数带起来的 但是你又看这个指数呢 似乎感觉好像也跌得差不多了 再来看一下科创50指数 今天跌幅比较大 2.3% 上周五我们还说相对抗跌 其实科创50在之前也有过一次相对抗跌 结果呢 还是抵挡不住整个市场的下跌 今天呢 则是跌了2.3% 再来看一下中正500 0.69的跌幅 中正11.26的跌幅 国正21.23的跌幅 在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我们来说一说 就是在3000点附近 就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是不是机会大于风险了 A 是的 B 不是的 欢迎大家到 金融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参与互动 参与投票 当然也有观众可能会说 要看是哪些品种 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是哪些品种可能机会大于风险了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 分别是徐熙瑶和潘敏丽 欢迎二位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情况 指数层面 今天就是科创五零跌的比较多 2.3%的跌幅 成交量方面咱们来看一下吧 真的是非常低迷 三市的成交额只有6000多亿 这成交额也是创下了年内新低 市场回忆度咱们来看一下 涨停加速35加 跌停加速18加 在ST个股方面呢 是三只涨停 27只个股跌停 最后我们看一下赚钱效应 单从这个赚钱效应来讲 其实比上一个交易日是出现了回升的 上一个交易日只有14% 今天是24% 好 我们来听一听二位嘉宾 对于接下来市场的研判吧 我们先来说一说 整个市场这个层面上 你看今天已经在3100点了 我不知道徐熙瑶怎么看 如果从指数的角度的话 其实已经连跌5天了 还有更大的风险吗 我觉得在大的风险的一个释放的话 应该是在上周应该释放的绝大部分了 就是在今天的话 我们看到指数也是顺势的 有一些个股出现了这个补跌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 在这个盘中的走势来看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走势 因为毕竟是一个中阴线之后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K线 今天是有上影有下影的 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空间来看的话 短期来看这种情绪的一个释放的话 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去修复 但是从空间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 应该是一个这个在足迹 在做止跌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就比如说我们真的要去来说一个话题 就是3000点这个附近的话 到底是机会还是大于风险 我觉得如果是以3000点这个区间来看的话 应该是机会大于风险 首先从这一轮的调整来看的话 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外部的一些劳动的话 确实是成为了这个主要的因素 在本周的话 这个美联储的一个这个落地之后的话 我觉得在汇率这一块的话 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企稳的一个预期 那么整个这个北向资金的一个预期 这一块其实在足迹向好 今天我看了一下 北向资金的话 应该是在微服的一个买路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之一 那么第二个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洪荒情绪 到截止到现在为止的话 整个市场的洪荒情绪的话 应该是到了极度洪荒的一个状态 按正常的一个这个原则来讲的话 就是如果市场是一个极端洪荒的情况之下 成交量应该是在持续的这个往上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还在往下的同时 洪荒情绪还在释放的同时 成交量反而是缩了一个极度的一个缩量 我觉得这是一个现象 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从抛压的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也在减落或者说足迹减落 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了 最后一个的话 其实从整个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K线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 往下很有可能是在构筑 2863点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次低点 那这个次低点如果用黄金分割线去看的话 其实也是在这个3000点附近 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的一个建立着还在对市场 是有一个向上做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应该是我们要继续坚守去看机会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今天已经到3100点了 你觉得3000点是个极限吗 还是今天其实已经随时有望展开超跌反弹了 如果我们看K线图的话 其实今天是一个探底回升 或者说是有一个分歧的一个均衡点 那么从均线的角度来看的话 明天大概就是要修复的 因为如果明天修复 落实修复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话 应该还是有一个盘整 甚至有可能还会有一个背池结构出来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去做一个预判的话 其实主要还是关注明天的这根K线走势 假如说明天的K线走势是应跟中阳线 那么这个情绪的修复是超咱们的预期的 这个的话 北上资金今天已经体现了一个点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3100点附近很有可能是一个支撑 但假如说这个位置的反弹是一个落反弹 很有可能是前面是急跌 后面做了一个修整之后 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缩量的 这样的阴跌的背池结构出来 这时候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两个可能性 其实都有这个的话 目前来看不好判断 我偏向于应该是第二种这种走势 可能会大一点 对 还是要观察一下明天 对要观察一下 市场会如何表现 听听潘老师 刚才也说到今天一个最大的特征 就是成交量 创下了年内的新低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的 这个量是不是也说明这个位置上 其实主动的抛压已经非常轻了 只是没有人买而已 您怎么看 好的实际上我们在上周来做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好像还是挺乐观的 就是我们把时间上已经算得很清楚 就是真正的行情起来要到10月份 就过完节之后起来 时间上算得很清楚 但是在幅度上就是没算到 就没想到这么快 而且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是基本上就是5天嘛 对啊 间隔时间5天 在5天过程我们可以看到 阴阳比是4比1 当中有一根阳线 还是以低开换来的 那么也就是整个市场就是一直连续的 这样就是非常坚持的在往下压是这样的 那么从这个走势上来看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啊 大的宏观面好像找不到 就是有什么消息 就是让它能够连续跌这么多 或坚持的跌这么多 就没有找到 但市场的情绪就一直在这里 就一直坚持的往下跌 那么如果是这样一种态势的 我们不妨来回观一下 就今年全年 我们从年限上来看啊 年限上来看 实际上创业板指数跌到今天 基本上年限是一根光头的年限 然后K线已经下跌了29% 然后上阵指数跌到今天 也跌了14% 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么也就是创业板的一个跌幅 是达到了上阵指数的跌幅的一倍 接下来是整数的两倍吧 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啊 另外我们也可以关注到 创业板的这样一个幅度 已经切到了 把去年全部都吞掉 然后已经切到了前年的下半部分了 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如果从这个位置角度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实际上这一次的下跌 我自己个人认为应该是蛮充分的 因为我们前面就是以时间上向右突破 本来想要用时间去换的 但现在没有换取 然后现在是以幅度在换 那么如果以幅度来换的话 我们从年K线上来看啊 3100多点应该就是股市的10年的均线 然后创业板指数 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接近了 就是创业板的5年的这样一根均线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这种位置上 我自己个人认为在幅度上 我觉得好像进一步往下的空间 我好像还是没有看到 就没有看到继续往下的空间 所以我最短期的一个走势的判断 应该是在寻求持稳 也就是说是在下跌之后 逐渐寻求持稳的过程 而且未来两周 有可能还是会向右滑 然后略微再下沉一点 随后到达10月份 就是迎来一个阶段性的反弹 我是这样判断的 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它的下跌的品种 是不断地轮流在释放 比如说今天跌这个 明天跌那个 它是很有节奏地在进行演示 包括今天我们看到 很多医美的股票 也出现了下跌 而且这个下跌 是受到有些消息的影响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说有什么利好消息 基本上盘面当中 没什么反应的 包括我们在前面 也可以看到 就是类降师的这种动作 实际上对于银行来讲 应该是一个利好 因为它就是存款这一端 有可能自己可控的范围就更大 然后贷款这一端是不变的 但是银行没有丝毫的表现 然后它的表现也是很弱 但是一看到利空的话 整个市场 它就针对着这个板块 然后它的跌幅就非常大 那我觉得这种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 也就是说是利用了 市场的一些情绪 然后再做一些转换 但我不知道这个转换 最终会不会成功 因为现在看看 现在的量能 现在的量能已经达到了 基本上六七千亿的 这种水平了 如果说再要怎么转换 再要怎么去切割 我觉得也比较难 就哪怕在这边 你即使再要往下杀 也要先买一点 才能往下杀 因为有筹码才能往下杀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 应该是短期 先寻求持稳 然后往优待 然后后面再往下挫一下 接下来阶段性反弹开始 这是我的判断 那其实就是 现在这个位置上 比较接近于是一个 未来中期上涨的 一个起点了 是不是 我觉得是 应该是吗 我觉得是 所以空间上 应该也不会再很大了 是吧 空间上我觉得不会很大 但是在情绪上会 就是让市场觉得 好像今天不跑 明天有可能有更低 这种情绪 依然会渲染出来 对 好 所以刚才潘老师说的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上阵50指数 我觉得大家现在有这样一种感受 都觉得说指数应该跌的差不多了 不管是量价 还是轮跌的品种 包括市场的风险偏好 包括利空因素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什么就是结构 就你看50指数 就像我刚才说的 50吧 其实已经到了今年年 就是今年年初那一波下跌的低点附近了 但是你看50啊 它最早接近前面年初的低点 但是呢 到现在都没有弹起来过 稍微缓和了一下之后 上周五一根中阴线又刹下去了 然后今天又是一个缩量的十字形 问题在哪呢 就是如果大家都觉得 这个位置上空间有限 但是你拿什么品种去做多呢 拿什么品种去支撑这个指数呢 50其实就非常清晰 大家如果说是风格切换的 你不看创业板 你不看科创板 好你去看上阵50 但是上阵50 大家把50个成分股拉出来 可以看一下 今天跌的最多的时候又有网络 上周跌的最多的呢 其实是有一些就是科技类的 像维尔啊 赵益啊 你像赵益还天天在创新低 券商啊 上周五跌的最多的中信箭头 中信证券 相对能够对冲的就一个保力发展 所以你再看看中国平安三一重工 好像你看着指数吧 也没有哪个成分 能把这个指数给对冲起来 那我们靠什么东西 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位置上我们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就需要一点时间 熬过这一个阶段 10月份之后就能迎来行情了 我不知道潘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时间的问题吗 我觉得李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实际上我觉得时间有一部分的因素 因为毕竟后面还有长假 而且我们也说过你的一个建仓时间 我们在前两期节目都分析过的 就9月份建仓和10月份建仓 未来就是它的一个显示度上 会有什么区别在时间上 这是一个时间因素 然后从第二个层次当中来看的话 如果说现在把一些 比如说主力和机构想要的筹码 做一些更深的切换 那么是有利于未来的吸筹 因为如果说像一些就是原先的一些赛道品种 大家都认为很好 那么大家是抱着反弹的这种预期在 就是边买或者边卖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一旦就比较绝望 市场比较绝望 它就一直往下往下往下 那大家都是往外轮的 因为你今天不认明天会更低 今天不认明天会更低 都是这种操作手法 那这样的话对于未来来讲 就是从收集筹码的角度上来看 就是说它的一个恐慌度 应该是越来越有利于收集筹码 我觉得这有可能也是一个情绪上的 那么从第三个角度 实际上今年以来并不是所有的品种 都是上涨的受到市场充分关注的 实际上我们的结构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么有一些品种 像它的质地也相当不错 但是就是因为好像就也没有资本的眼光看过来 它就一直在底部 那我觉得这些品种在未来 我觉得它有可能有机会的概率会越来越大 因为既然是一种切换 那肯定是一种就是深度 比较深度类的切换 因为我们未来还有两周的时间 还是可以切换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来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下跌行情当中 有些品种我们应该 我自己个人觉得 现在还是抛的时候 或者现在抛 抛得越早越好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品种到目前这种位置 如果再去抛 我觉得有点可惜 只不过是这样这样一个选择的过程 那么至于未来就是能不能做起来 我觉得几点吧 第一点我们已经看到基金举牌了 对吧 已经看到了一个格局 已经看到上市公司回购了 也已经看到了一些 包括今天的一些 就是比如说北向资金的一些行为 但是我觉得这些行为只是点点滴滴 在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显现出来 如果说在未来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回购了 然后越来越多的基金开始举牌了 然后比如说在未来还可以看到 比如说越来越多的一些外资 重新开始回头 看我们的一些企业了 那我觉得这两周多的时间 应该也够了 应该也够了 我是这样想的 对 好 来听听徐希瑶 结合这话题给大家来说一下吧 现在看下来好像还是 整个成长这个方向 调整的幅度更深一点 创业板已经是五连阴了 对吧 就连续下跌 北向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有流入的 整个流入了16个亿 互股通是6.7亿 深股通还相对多了一点 9.3个亿 那么净买入居前的是 干风里业和五粮业 净卖出居前的是 东方财富和宁德时代 创业百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权重 你看上周是东方财富跌得多 对吧 上周五 然后之前是宁德时代跌得多 再加上今天的伊美 这感觉好像内部的结构 也没有什么可对冲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创业板 徐希腰会怎么判断 我觉得创业板的话 其实它的走势 应该是最近情绪 或者说这个风险释放的 最多的一个了 那么主要原因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第一个 就是赛道交易 本来就比较拥紧 再加上这个估值 还有一些这个外围的一些因素 但是我们如果我们 从K线的这个角度去看 我先讲K线 那么K线里面的话 我们光看日线 日线的话 这个现在的一个 所有的一个下跌 把这个支撑已经全部打破了 但是我们把周线拿出来 我今天看了一下 周线的话 其实在本轮的 创业板反弹的过程当中 之前是涨了 大概是八周 那么这一轮的调整的话 目前加这一周 加这一周 如果还是收音线的话 应该是第十三周 所以从周线的一个时间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接近的 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调整到十三十三周左右 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变盘点 另外一个从空间的角度来看的话 周线级别下面是有一个很强 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均线的一个支撑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 这一个礼拜创业板 如果还能够顺势的往下 再去往下杀的话 其实会引发一部分的这个资金来做这样的一个短线的一个 起稳的一个抄底的动作 这个跟潘老师说的一些这个 比如说再往下跌 可能会有一些上市公司啊 或者是有一些北向资金开始入手 应该会有一个不磨合的一个时间节点 空间也到了 另外的话 第二个从整个创业板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幅度来看 其实我们看权重的一个调整啊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看到像宁德是先跌 东方财富的话是第二跌 再加上今天的英美的下跌 在之前的这个CIO的一些品种的下跌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权重的一个杀跌是一个轮动式的 但是去看所有的大票里面的话 这个调整基本上 我看了一下 能调整的基本上都调整了一遍 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怕大票去轮动调整 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就怕的是阴跌的一个状态 但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板块 或者说群体性的这样的一个阴跌的一个现象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比如说像权重里面的一些品种 像宁德今天以最先跌的 今天已经开始在创业版调整的过程当中 已经是拒绝下跌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中正一千 所以我在今天也拉出了中正一千的这个走势来看了一下 中正一千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调整 在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这一波也是跟随创业版是调整比较大的 那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中正一千也已经到了这个黄金分割线的0.382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附近了 所以我觉得从前期的一些这个中小的一些品种的一个调整来看 也是比较充分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对于创业版来看 我觉得虽然说它还在调 但是从调整的空间和时间来看 基本上都是比较充分的一个状态 其实现在缺的就是一个 就像潘老师说的 就是缺的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点火的一个地方 就是现在还没有这个 所以我们没办法去判断 什么时候止跌或者在哪里止跌 但从空间跟绝对的一个调整的时间来看 我觉得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尾声的一个阶段了 好 潘老师觉得到尾声阶段了吗 创业版 创业版我觉得在这边会先停一下 因为哪怕从技术上来看的话 按照就是格兰皮八大法则 就负向惯例率过大 它也会引发反抽的 我觉得它已经具备这个条件 但是在反抽之后 能不能组织有力度的上攻 我觉得现在时间还不具备 也就是它会反抽一下 然后再横一下 或者在这边再震荡一下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就它不会在这里直接上去 我觉得这个概率很小 但是它具有反抽的条件 我觉得现在已经完全具备 只不过是大家有可能就处在一种恐慌的情绪当中 没看到这种节奏 但我觉得这种节奏 就像徐晓郎老师刚才说的 最先跌的已经基本上停在这里 就哪怕它换倒 也有一个持维 也有一个反抽的过程 就这个过程是我们可以值得期待的 在这三四天里面 我觉得可以看到 对 就是超跌反弹 是不是一出即发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毕竟你就连续跌了这么多 是的 是吧 然后空间啊 包括时间也比较充分 对 我觉得这里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到我们的有看头家上面 去订阅帕老师的课程 之前呢是说到去搜索 关注帕老师的课程 那现在呢 大家其实要点击到订阅这一栏 去了解帕老师的这个课程 为什么 因为之前呢 其实我们说到是一个月 现在呢 其实进入到一个自然月的这种延续 我觉得现在这种行情 其实大家都知道很难 非常难 我们就是其实也能够感受到 你没有什么机会 市场你没有新的热点 对吧 那怎么办呢 特别需要帕老师这种陪伴 跟我们来说一说 现在还会分享哪些内容 好的 实际上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已经进入到互相陪伴 互相陪伴 也就是说 我有很多的上课的内容 都是我们就是评论区的一些观众朋友们 就是他们就是给我提了一些问题 然后从这些问题里 我逐渐逐渐去回答 随后呢 我也设置了一套 我也不知道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在比较久之前吧 大概从九月头上开始 就设置了一套解套课程 是这样的解套课程 然后解套课程 我是这样讲的 就所有往下的 就下行的趋势的股票 都有解套方法 就比一直向右的股票 解套方法 有可能就更为简单 更为直接 然后我们是简单粗暴的 是这么做的 就一开盘就跑 一开盘就跑 而且是按照套牢的比例 然后来计算 应该抛出多少股数 我们是以一千股 作为一个案例的 天天讲 天天讲 我才讲到现在 很多观众朋友们 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就是说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学会解套 虽然不可能完全解套 但是我们讲过一个原理 这个原理是这样的 就是说 当你第一笔买入之后 如果后面的价格 觉得自己是套牢了 绝对不会有第二笔买入 就是所有的第二笔买入 都是高于第一笔的买入 才会成立的 然后随后是 大家一直说 我全部都套牢 手上全都是股票 没有现金了 但这句话是错的 这句话错 因为你筹码换成现金 分分秒秒 我们都是 就是资金量很小的投资人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解套 直接拿筹码解套 也是一种方法 这是我们讲的一些内容 然后从那个评论区的 一些观众朋友们 提的问题 比如说类似于像纸牌 类似于像回购 说实话 我们又特别关注 但是我看到他们问的问题 我突然之间 我们觉得我们的观众朋友 很专业 因为他提出来问题之后 我就把所有的回购 包括我们经典的案例 90年代的回购 全部收购 全部都去回购了一遍 然后还有包括 就是上次公司的一些 回购啊收购啊 我们都说了 包括就基金的举牌 我也说了 基金为什么会在 这个时点去举牌 然后因为这个时点 正好是在9月份 9月中下旬嘛 他完全等到10月份 然后再去就可以 但是他就是要 想告诉市场 我就是看好 然后我也升到 但我就是看好 他传递的是这个信号 而且很多基金 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是有各个组成的嘛 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产品 有些是不是明的举牌 他是暗的举牌 也许加起来就要接近10% 但是每一个都在5%以下 也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寻找这些品种 我相信未来 因为我们的 现在真的是一个机构时代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举牌 然后表达自己的观点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这个课程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程 就是由我的主动讲 到评论区 大家的观众朋友们都问 然后我们就是把它穿插在里面 而且我们这个课程 因为是为新手讲的 所以我更多的 有可能是讲 电脑上的一些怎么用 包括纠线系统怎么设 然后包括一些 指数怎么叠加 还有包括就自选怎么进入 应该是讲的 就是我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 有的时候 激动起来会讲很久 但是有的时候 好像没什么感觉 就讲得很短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课程 然后从9月1号开到现在 我觉得自己 进步也挺大的 因为我以前 从来不去 会去想解套的问题 我以前 按照我以前 包括就指导客户的操作 很简单 就是一笔买入一笔卖出 没有当中 没有当中 但是我觉得 现在讲一讲 我觉得对这个市场而言 实际上我们的解套 是有意义的 听下来就是 您的课程 其实涉及到方方面面 非常全面 是的 而且我觉得 像刚才潘老师说到 最近一段时间 给大家分享怎么解套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 市场不断地在变 你有行情 有机会的时候 可能潘老师 就会给大家去找机会了 对吧 当这个行情 也没有什么机会的时候 那怎么办 其实就得说一说 你自己手上的这些品种 该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气弱留墙 怎么去操作 适当地让你自己的成本 更降低一点 我觉得对于很多 普通投资者而言 可能不太知道 具体在市场当中 怎么去操作 我记得大家经常会说 比如潘老师之前 也会说做波段 是吧 波段其实是高抛低吸 但是可能对于 很多投资者而言 不会 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觉得在课程 肯定你也会跟大家分享 现在跟大家说的 就是怎么去解套 是吧 就也会根据市场的 环境的变化 格局的变化 跟大家分享一些 具体的内容 因为我们现在分享的内容 全部都是局限于短线的 就是说中线根本就没讲 长线也没讲 因为短线中线长线 是完全不同的操作手法 是这样的 还有一点 我觉得特别好 您刚刚说到 就是大家现在是一个 互相去怎么讲 就是陪伴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觉得 对于很多的投资者而言 可能他们提出的问题 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而且如果很多人 都问了这个问题 就说明 这个是大家 共同去关心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也是欢迎大家 进入到我们的 有看头家 点击订阅 现在是订阅潘老师的课程 你现在订 然后就可以直接顺延 到下个月的这个时候 所以现在大家抓紧时间 去让潘老师 从零开始陪伴大家 好 稍后回来 咱们来说一说 起起的一个操作思路 接下来进入到 今天的有看头家 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吴周 来听一下 他对于市场的看法 吴周你好 好的 主持人 欢迎大家收看 有看头家 加油时刻 今天指数延续调整的走势 个股表现也是涨少跌多 弱势的行情中 本周我们应该重点关注 哪些方向呢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张PPT 我们看到今天上的指数 继续出现明显的调整 再创阶段性调整的新低 那短期我们操作上面 应该重点关注一下 以大消费为首的防御板块 再来看一下今天北上基金的表现 在连续北上基金三天 进流出之后 今天北上基金出现了回流迹象 今天当日进买入超过了16个亿 那说明北上基金在目前这个位置 再度看好A股市场 中长期的一个机会 所以从价值投资来讲 短期的调整 正是长期买入的一个机会 那短期本周的市场中 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向呢 再来看一下下面这张PPT 上周连续四个交易日 晚上我们在节目里面 都重点和大家提醒了 酿酒板块的投机会 我们看到酿酒板块 在前期八月底 跌破100二军线 出现震荡调整 那近期是再度放量 收复了100二军线 今天也是逆势走强 整体表现是比较出色的 而且机构基金 从八月初开始 就一直在震荡流露 七天里面 进买入接近17个亿 北上基金跟着五天里面 逆势进买入约5个亿 那说明不管是机构基金 还是北上基金都非常看好 酿酒这样的一个 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个 防御性的板块 那具体大资金今天又布局了 哪些个股呢 今天我们为您整理了份名单 详细的梳理了酿酒板块中 今天主力基金逆势加仓 并且形态走强的品种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安卫码 下载有看多家APP软件 来免费的领取 那再来看一下 酿酒板块的一个安装品种 那我们看到这个品种呢 从前期7月份高点调整资金 最大跌幅超过了20% 那说明短期的调整是比较充分了 那近期不仅是放量 突破了下降曲线的压制 同时五天和时间均线 出现了转得向上的表现 那说明短期趋势 出现了明显的走强信号 而且此外 机构基金从9月初开始 就一直在震荡回流 七天里面 近买入超过了7个亿 北上基金五天里面 更是近买入超过了5.6个亿 那说明大智英都非常看好 这样的一个低位形态 出现转折走强的方向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 前期调整已经是比较充分 阶段性低位出现逆势走强 并且大智英在持续流入的方向 那我们后市 当然是可以保持重点关注 再来看一下 那就是板块的阿卡利品种 那我们看到这个品种呢 今天不仅是强势 突破了前期收班价的高点 同时也是迎来了筹码风的突破 那说明短期趋势 出现了低位走强的信号 后市是有希望走出一波 主持人的行情 那我们看到这个品种呢 今天是回踩二军线 得到支撑之后 不仅强势突破了 前期收班价的高点 同时也是迎来了筹码风的突破 那说明低位形态 出现了明显的走强信号 后市是有希望走出一波 主持人的行情 而且此外 机构之音从今年的7月初开始 就一直在震荡回流 今天更是进买入 超过了4800万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形态 出现逆势走强突破 并且大智英在 加速流入的方向 那我们后市也是可以 保值重点关注 那如果您想领取 量线板块中 更多后市值的 我们重点关注的品种 那么您也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方式 来免费的领取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消费板块的 另外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景点板块 那我们看到景点板块 最近7、8月份 一直在250年线位置附近 出现了震荡叙事 那今天不仅是放量 收复了250年线 同时也是突破了 筹码峰峰顶 那说明也是 第一位信号出现了走强 而且此外 机构基因在8月份 也是开始出现震荡流入 今天也是逆势进买入 超过了1.6个亿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性 低位筑底完成之后 放量突破 并且大智英在 震荡流入的方向 那我们后市也是可以 保持关注 再来看一下 酒店餐饮板块 那我们看到这个板块 前期也是回踩到250年线位置附近 震荡叙事 那今天不仅是放量收复了60均线 同时同样是突破了 充满峰峰顶 那说明形态上出现了 二次走弹的信号 而且此外 机构基因两天里面 也是逆次进买入 超过了7000多万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值 比较小的板块 今天机构基因 大量买入超过7000万 那我们后市 也是可以保持重点 跟踪关注的 好的 今天的有看头家教室课 就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就由老凤翔 炒股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今天送给大家这套 智能炒股系统 多空电波 是一款辨别买卖 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当底部出现红色时 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 多头出现积极信号 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 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 这是空头预警信号 要懂得规避风险 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到手使用了 3000多只股票 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 同时配套了 强势买点战法 配合多空电波 寻找强势品种 发出的启动信号 按理分析 跟盘操作 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 现在扫码领取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股民 都能轻松上手使用 看准机会 轻松交易 快来领取你的交易利器吧 股市众生千姿百态 如何战胜恐惧和贪婪 分石图反映盘中 实时量价关系 是现在进行时 扫描二维码 立即领取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教您灵活运用分石图 学会短线获利精髓 实时强弱判断 把握波动规律 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 领取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何时适合做替交易 如何寻找买卖信号 资金博弈意图为纳班 揭示黄白线背后隐藏的秘密 运用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助你短线高抛低息 中线坐踢降低成本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 下方二维码 立即领取这套 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分类教学案例解析 分石技巧精髓揭秘 精辟透彻 简单好学 扫描二维码 看懂分石图 炒股更轻松 加值一算 今日一开盘 我要动啊 男肉身的股神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臭我了 脚风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好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聊一条市场当中的操作思路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当中相对活跃的品种 第一个方向就是消费类的品种 消费股 像酒店 旅游 酿酒 食品饮料 虽然说有所表现 但是整体在消费这个领域也是一个风化 那还有呢就是新华联 在今天的市场当中上演了地天版 所以是不是对于房地产类的品种 还有带动 跌幅居前的就是医美 其实之前是CXO 然后还有创新药 然后医疗器械 再到现在的医美 所以整个大医药这个方向 其实现在好像比较弱势 然后煤炭 在连跌了几天之后呢 今天是一个缩量的反弹 其他的赛道嘛 都是有就是跌幅收窄的迹象 新能源车今天还0.41的涨幅 因为宁德一维里能 今天都是红盘 光幅还在继续跌 1.34的跌幅 半导体1.78的跌幅 通用机械就是智能机器 相对其实还好 0.12的跌幅 还有军工1.4的跌幅 我们先来说说消费吧 是不是有超跌反弹的机会 学习要觉得可参与吗 我觉得现在消费 最大的一个特点的话 就是位置相对比较低一点 而且有一个点的话 就是像一些大的一些 这个市值的品种的话 其实它有很强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位置属性 跟它的一个横盘属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整个消费里面的一些 这个品种的一个选择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些资金 在做一些高低切换 另外在叠加这个上个月的一些数据 设定 设定数据的话是5.4% 这个数据的话 应该是改善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内需的改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支持之下的话 在结佳最近的话 也对整个消费这个方向的话 有一些政策的一些支持 所以这个板块的话 开始受到了一些资金的异动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 我觉得大家去做的话 应该还是要秉承一个原则 就是尽量不要去追涨 因为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 市场一直在轮跌 那么轮跌之后 其实我们从另外一种维度来讲的话 就是补跌 假如说这个市场的反弹是不及预期的话 再往下去做补跌 一定是前期涨的多的一些品种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消费是可参与的 但是从位置来看的话 还是要找一个这个合适的位置去做 基本上就没问题 那如果是一定要去找一些品种的话 倒可以找一些中盘的一些这个 估值合理的一些公司 做一个这个逢低去买 我觉得如果我们说旅游酒店 包括一些其他品种 现在拉的比较这个强势的情况之下 如果要扩散出去的话 反而像食品类的一些品种的话 也会慢慢的补涨起来 所以我觉得像农业种植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偏消费食品类的一些公司 可以去做一个左侧的这样的一个等待 我觉得可能这种操作的话 防守性或者说这个可操作性 应该会更强一点 帕尔是觉得消费类的品种有机会吗 我觉得消费是从中秋节就开始的 就不是今天开始的 应该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 然后整个消费角度上来看 它有它长的理由 因为前面大家都一直没有运作到这个板块 它应该是属于就是没有运作到 然后到现在应该体现出它优势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的还有接下来还有国庆长假 所以现在这个运作的时间 如果说到月底应该也有一些 就是可以时间上可以去拉长 这是一点 然后从第二个角度上来看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数据 我觉得应该是一些海外出口的数据非常亮丽 如果从这个数据角度去考虑的话 我觉得类似于有一些集中箱 类似于有一些港口类的 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的关注 而且在这一块就是海外运输这一块 我觉得从今年全年可以看到有好几个月份 都是两位数的增长 而且这个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惯性 虽然说八月份大概只有五点几六点几这样一个增长幅度 但七月份就是一个百分之十几 那我觉得这是有可能 我们以前或许就是说在进行行业风势的时候 就是把这一块是放在旁边的 但是我觉得在今年 特别是在今年国内和国际上的这些疫情 都非常就是在轮流在演绎的情况之下 如果依然能够做到一些出口 然后这些出口的一些 比如说现金都能够收回来的企业 我觉得是今年真正很出色的企业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关注一下 应该在这个层次 还有一点 现在这个时点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 大家去看一下中报的三级报的业绩增长 在现在应该已经看得到了 就是包括中报当中的一些业绩预告 如果说十月份回来 如果真的就是要选择品种的话 我觉得肯定是选择业绩好的 就这一会儿因为不太会去选择一些概念性的 因为概念性我们前面做的太多了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大家也可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不行动 但是可以观察就耐心的等待一些 确实有估值优势的一些品种 现在大家要学会做的是中线的估值 就是你要估出来这家公司值多少钱 然后现在的价格 离开你估出来的价格之间有多少距离 然后等这个距离加大 或到一定的极限程度 就是大家比如说到了月底 大家就可以大胆的分低 开始介入了 但现在这个时点 我们就只适合于耐心观察 然后耐心等待 还有一部分品种是刚开始跌的 那就直接砍 因为接下来他们会有惯性 不要以为前面很强有支撑的 后面就不会跌 如果接下来还有两周的时间 我觉得后面是会补跌的 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档口 应该是正正好好砍这些品种的最好的时间 大家可以去砍一下 而且这些品种最顽强的 最顽强的一部分 也会提供一个最好的跑点 我是这样认为的 好 那对于房地产板块您怎么看 近期还是反复活跃的 反地产就是属于我觉得 接下来再涨上就要砍的品种 就从你涨过了 对 我是这样看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就是轮到就要动 然后现在如果说它后面 比如说再过两三个交易日 还在上涨 那我觉得就到了这个点 是这样 徐晓鸥怎么看 地产的话 其实它这一波应该是逆势上涨的 所以从这个可操作性来讲的话 我觉得现在的话 有一些这个 像类比同行业或者是这个同估值的一个位置来看的话 很多品种已经比他们反而更具备性价比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 我的理念就是既然指数已经跌到这里了 其实很多个股的话基本上不是右侧去买 而是左侧去买 现在的话如果右侧去买的话 尽量去找一些横盘之后刚突破的品种去买 而不是已经谈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多的这个这样的空间的品种去买 那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直接去买一些这个前期关注度比较高的 像一些这个产业店还不错的一些品种 三级包业绩好的 那估值又比较合理的 逢左侧去买 我觉得现在如果从大盘的角度来看 用这种方法是我比较喜欢或者比较这个中意的一个方法 其他的任何一种买法的话 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变数 因为现在我们不能够去肯定指数这个位置 指跌之后就立马能够弹起来 如果这里持续的横盘 甚至有可能缩量一到两个礼拜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的话就考验股价价格的一个性价比 而不是价值的一个性价比 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最后一跌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出现 所以当下的话要么你去左侧 那要么你就找横盘的去等 我觉得最好一点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其实大家就啥也别干 其实就等一等就好了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市场吧 就是它真的没有什么可持续的东西可以做 你像之前这个市场是怎么进入到现在这种状态呢 就之前还是有一些些许的结构性行情 但是当时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 为什么这一阶段的结构性的行情就机会越来越少了 然后到后面呢你就会发现 连结构性的行情都没有了 那市场又进入到了一个调整的阶段 调整到现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指数跌的不多 但是还有个股在轮跌 就没有可做多的东西 不如大家就等一等 而且像咱们我觉得对于很多普通投资者而言 是不是也不用去考虑这个咱们就是要配置啊 然后就是仓位的这个什么这个建仓啊 这个来了你就参与就行了 如果有确定性的机会 但我觉得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 现在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手上有很多票 你现在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去留的问题 当然一种方法是刚才潘老师给大家讲的 对吧 就是给自己做一些解套的这种方法和策略 另外一种我觉得就是你要思考 是不是有哪些东西 你是应该做出一些取舍了 哪些东西是要降低仓位的 哪些你可能还可以用潘老师这种方法 去做做解套的 是吧 还有希望的 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观点 然后也来看看观众朋友们 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不跟随也可风华万象 不怀疑 学会欣赏自己 专注 坚持 大增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突败风华 经典力求明星 老凤翔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股市众生千姿百态 如何战胜恐惧和贪婪 分石图反映盘中实时量价关系 是现在进行时 扫描二维码 立即领取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教您灵活运用分石图 学会短线获利精髓 实时强弱判断 把握波动规律 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 领取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何时适合作剔交易 如何寻找买卖信号 资金博弈 意图为那般 揭示黄白线背后隐藏的秘密 运用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助你短线高抛低吸 中线作剔降低成本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 立即领取这套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分类教学案例解析 分石技巧精髓揭秘 精辟透彻 简单好学 扫描二维码 看懂分石图 炒股更轻松 90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 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 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 九方指头 实战牌股票学习平台 梧桐深处 百岁老宅 25平米空间 居住四十余仔 局促有憋嫩 除未公用 日常生活多不便 这样的房子怎么改 家园中环 有巧思 家园中环 上海老房改造专家 擅长改造各种疑难户刑 如果你也正对着老房无从下手 马上拨打官方电话 688-68828 不扫描二维码 咨询装修报价 预约免费上门粮房 一室一室 变身两室一宾 工厨工位 变身独立厨位 25平米空间 变出60平米收纳空间 房子不怕小 只要设计桥 现在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 测一测你家装修 需要多少钱 也可以拨打电话 688-68828 688-68828 预约免费上门粮房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欢迎回来 欢迎大家拿出手机 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 二维码 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新用户好礼回馈来了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下载 第一财经有看头家APP 就可以限量领取 超级资金大礼包 礼包内包含了 超级资金配套使用说明书 以及系列实战课程 一秒上手快捷方便 超级资金将会帮你 捕捉主力资金进场行为 洞察主力资金拉升的信号 还原主力资金的真实意图 轻松地把握 各股的上涨波段 立即下载并登陆 第一财经有看头家APP 经久银时不等闲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有看头家让投资大有看头 好 接着让我们请出黄伟 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 黄伟你好 好的 主持人 今天是周一 市场继续呈现 下跌调整的一个态势 随着股指的连续调整 有一个关键词 开始被大家所关注 就是迫近 我们今天就围绕迫近 看看有哪些机会值得注意 我们先来看一下 所谓迫近呢 指的就是各股的股价 跌破每股净资产 这样的一个现象 每股净资产 作为股价的重要支撑方向 一般来说 都不太会被轻易地击穿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 当优质的股票 出现了迫近的话 那么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错杀 而这种错杀 则给我们带来了 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挖地 这是其基本的逻辑主线 那沿着这条主线 我们往下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复盘一下 历史上大盘的一些重要的点 2005年的6月6号 那迫近的个股占比是达到了13.4% 也成为了重要的底部 包括依次2008年的10月28号 以及2013年的6月25号 还有2018年的1月3号 我们看到整个的迫近率都在5%以上 或者10%以上 而到了2022年的今年的4月26号 这个占比又再度超越了10% 达到了10.6% 于是我们看到 在今年5月份6月份两个月 指数是连续上涨 涨出了超500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当下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 通过破镜这样的一个指标 看机会的时间节点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份资料呢 就是资金厂筹低位错杀破镜股的名单 大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一下 再提示一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这样的一份名单 说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看华裕汽车 那它在历史底部 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破镜股 试金率只有0.99 而在此之后 股价上涨幅度是超过了300% 另外一个我们看看国际实业 这家公司呢 当时在底部的时候 试金率只有0.94 也是破镜了 而随着其所在赛道的一个逐步的转短 该股呢也是出现了两倍以上的一个上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这两只个股 中原传媒 这只个股呢 在近期其实已经逆势上涨超20%了 而当前它的一个试金率仍然是破镜的 在0.9倍 另外一个呢 是南京高科 这只个股呢 在近期同样也是逆势上涨超10% 而目前它整个的一个试金率 0.82同样也是破镜 总体来说 能够逆势上涨市啊 这样的一些股票 肯定有它背后主要的一个逻辑 那我们觉得从这两只个股身上来看的话 破镜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逻辑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份名单 其实从一个趋势的角度上来说 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这份资金抢筹低位挫杀 破镜股的名单 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案例具体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只案例 它的试金率只有0.62 估值呢只有四倍 而且社保基金和Q费都显示是重仓持有 上半年多个指标创历史新高 目前呢订单也是比较的充分 股价走势上也是在底位 创了阶段低点之后持续的上扬 最近整体的走势呢也是强于市场的 我们再来看案例二 它的试金率只有0.89 同样估值呢十倍以下 目前呢业绩在平稳的回升 最近阶段很明显和大盘走势是背道而驰 大盘在调整而它在缓慢的上行 多家机构呢对这家公司也是给予了密集的调研 我们认为新一轮的主升有望开启 案例三我们来看一下 试金率呢刚刚破镜0.98 估值呢四倍 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翻了三倍 主业盈利非常的强 机构呢股价呢最近是和大盘一样 走出了持续向下的一个走势 来到了前期的支撑位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送的这份资金抢筹低位挫杀股的名单 希望大家能够拿回去好好看一看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呢来领取一下 好的主持人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可以申购的新股 在交易时段呢明天可以申购有五支新股啊 有科创版创业版绅士主板还有北交所的公司 同时呢明天会有一支新股上市啊工业机器的公司 观众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啊 今天这个投票结果还挺有意思的 接近3000点的位置上到底是不是机会更大呢 选择A的是的达到了62%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大家普遍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还是更加乐观的啊 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比较明确的做多方向啊 仓位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 去了解一下啊 减仓和加仓比例呢相差不多啊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 刚才说到了北向资金 我们来看一下两融余额 这是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 还是在不断的回落 看看今天晚上的两融余额会不会有所变化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刚才讨论的话题啊 就是现在大家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互动也很有意思 说到的就是接近3000点这个位置上 是机会更大还是风险更大 其实大多数的投资者 其实还是选择了机会更大 但我觉得要落实到就是哪些品种的机会更大 哪些品种可能风险更大 徐熙遥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要看自己的一个持仓的一个风格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现在大家发现整个市场当中的话 形成了几大流派 就是每一种派系的话 其实它的这个操作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那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是一直关注这个新能源成长赛道这一块 我如果是往这边来看的话 我觉得一些这个大票类的 像这个大的一些新能源的品种 我觉得可以去慢慢的去往这个中小市值 而且业绩占优的一些中小市值做一个调换 就是对新能源首先你还是看好 对我个人觉得这一块我还会去跟踪 因为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有一些品种 因为外围的一些劳动的因素 出现了这个下杀 但是随着这个后期的这样的一个三季报业绩 如果有一个定的预期的品种的话 应该会足迹的修复 主要还是跟这个市场有关 但在这里面去调换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大小切换的问题 主要是往到一些这个中盘的一些 这个购物当中做一个调配 这是第一类 有没有可能新能源在未来 首先机会真正有效的机会越来越少呢 大的像之前一样的这种集体性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联动的机会 肯定是我觉得是越来越少的 但是对于这一些相对来讲的话 一些扩产的或者说一些产能 这个释放的一些公司的这个业绩这一块 如果说指数有一个回升的话 或者指数在三千点附近开始去涨的话 我觉得这一类品种的话 应该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修复的预期 所以这是这一块 另外一块的话 就是对于这个消费类的一些品种 我觉得像一些低位的是可以去配一点的 但是这个从这个逻辑来讲的话 尽量的还是跟这个中报环比出现的 比较改善的一些品种去做一个配比 所以如果这两类的话我觉得是目前我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两块 对 好 潘老师也给大家说一下 哪些可能机会更大 哪些可能风险更大 我觉得风险更大 我刚才已经提的非常明确了 就是最近走得很强的 或者在弱势品种当中 就是说总而言之 就是这些板块就是保持了它原先的一些整个的趋势 就是和整个大盘的趋势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存在一个很大的剪刀场 那么这些品种我觉得不管业势好坏 就是我们先做就是抛出的处理 然后随后把这笔现金先拿出来 因为这笔现金它不是套牢的资金 而是我们盈利的资金 或者说就短期来讲 这笔是活跃的资金 有可能未来它会先保住自己 有可能也会做这个动作 这是第一块 那么从第二个角度上来看 因为到九月底 这个时间还有大概接近十个交易日左右 所以说无论如何 大家在这段时间就是不要忙动 不要忙动它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不要忙动 就是不要去随随便便的去抄底 也不要去随随便便的去补抄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不要忙动 然后第二个不要忙动 就如果认为手中的股票真的是很有价值 或者认为它是市场超跌的话 也不要忙动 就不要去割肉 总而言之就是持股和持币 在目前情况下都保持原状不动 然后就仔细地观察市场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样的操作 才能够让我们就是很耐心地等到九月底 到了九月底这个时间节点 不管市场怎么样 哪怕它是涨也好跌也好 那个时候就大胆加仓 然后这样仓位就迅速地上移 或者你原来已经满仓了 你就等到九月底 我觉得接下来十月份 我自己认为应该会有一波比较好的行情 对 是不是因为大多数人可能现在都是这样 如果手上有现金的就是补动 如果手上的股票没有怎么涨过的也不动 就导致了现在这个成交量 对 就是这么低的 量的很小 对 是这样所引发的 因为大家现在对现在这个盘面 要么就是无奈 无奈地等待 还有只有现金 它就是对未来也没有把握 不知道它进去之后 是不是会再度地被套牢 所以它也不动 所以会导致这个盘面 实际上它是一个平衡性的清淡 就大家都不会轻聚 对 这是我们的 不是简单的继承我们的专业 更重要的在继承什么呢 就科学的思维 独立的思考 在任何压力下面 都坚持真理的这样一种精神 在科研工作中 如何看待性别的差别 你所要做的 只是去面对问题 找到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跟你是男的和女的 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 在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里 科学家和年轻的科研工作者 将就绿色传承融合创新话题